《新阳王府》 郡主啊能让新阳王殿下称之为姑姑 就是啊就没听过新阳王府还有郡主的 类似新阳王府这等人家 每一位家庭成员都会广为人知 他们从没听过王府还有这样一位郡主 不管怎样随着这位郡主回府 新阳王太妃必定会将郡主介绍给京城权贵 到时他们也就知道了 哎也不知道郡主长得如何啊 可曾许配人家啦 喂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也不照照你那副德行 王府郡主能看上你 就算郡主丑得跟叶叉似的 照样有人上杆子娶她 她可是新阳王府的郡主 齐恒一路上将王府的建筑指给身边的女子看 姑姑那是月影阁 后面的是号月湖 银安殿左边是文华阁 右边是上午楼 原本想让姑姑乘坐软教 但祖母说先让您看看王府 您如果累了的话 通知儿说软教跟在后面 齐恒对女子很是殷勤 齐玉在旁边含笑听着 骨肉囤聚 她也是喜悦的 聚意的面容越发的出神飘逸 女子没随着齐恒的指点四处看 微垂着头 走在富贵已宜的新阳王府 她手心都是汗水 她紧张 她害怕 如果不是有想见思念至极的人 她根本不会回到京城 姑姑 您别担心 一切有我们 齐恒温润地笑道 女子看了她一眼 扯了扯嘴角 太妃殿下 不 是 祖母很和善 会很疼惜姑姑的 祖母说过 男儿需要历练 女儿可以娇宠 齐玉比齐恒 更能体会女子的彷徨 齐恒从降生那一刻起 就是新阳王府的主人 她一直高高在上 众星捧月 虽然也很爱护弟妹 但齐玉知道 她不是细心的人 齐恒今日能如此热情 齐玉很是惊讶 是因父亲临死前的嘱托 还是因为那位小姐 齐玉唇别喊笑 她倒是同旁人不一样 从在皇家书局见到她起 齐玉就没忘记过她 她在哪儿 女子的声音有几分颤抖 随着越来越深入王府 女子越发的紧张 她受过些礼仪训练 但她将要面对的 是信仰王太妃 身份尴尬的她 惠德太妃喜欢吗 齐玉道 在王府后面的祠堂 姑姑返回王府 应该先拜计 齐家的祖宗 听了齐玉的话 齐恒恍然大悟 安慰她 祖母会很疼很疼姑姑的 侄儿保障 祖母不会亏待你一分 穿过超兽游郎 一行人来到修建在 王府东北方向的祠堂 信仰王直系血脉 一向单薄 第一代信仰王 是父母不祥的孤儿 随着太祖皇帝征战天下 立下赫赫战功 后允许安国夫人为王妃 功成名就 她也曾遍访父母亲戚 但找上门来的 大多是骗子 虽依附新阳王府的亲戚不多 大多是战死疆场 无人抚养的妇孺 在司堂门口 莫太妃挺直身子 寻常的松香色衣袍 一丝不乱的发际 透着违言 在她毛底流露出一分的交集 一分的期盼 以及更多的内疚 不是丁柔在大佛寺 那番锋芒毕露的言辞 她只想去看看她 从未想过将她接回王府 她无法接受女儿为妾的事实 如果我女儿死了 绝不会让不知道 从哪儿来的野丫头 享受她的一切 莫太妃转动佛珠的速度快了些 她身边站着的亭亭玉立的李斯 略带焦急的道 怎么还没到呢 不是说进了王府了 郡主身子不好 真真是让人担心呢 莫太妃没像以前一样 目光直直的看着前面 见到回廊里的人有 来了 她回来了 李斯后撤一步 垂下了脑袋 有了郡主 莫太妃就不会离不得她了 她不再是王府 除了太妃殿下以外 最尊贵的女子 李斯咬着嘴唇 喃喃的道 太妃殿下 我 莫太妃没理会李斯 向前走了几步 又停下 她从未有过 像今日这般的 犹豫愁愁 女子在她面前挺住 两人隔着薄纱对望 女子手放在腰间 蹲伸行礼 太妃殿下 莫太妃手臂有些许的颤抖 将佛珠重新戴在手腕上 沉稳了片刻 除去女子头上的毡帽 握住了她的手臂 扶她起身 强硬的她 眼底有几分湿润 是我对不住你 太妃殿下 叫我一声母亲可好啊 女子 莫太妃领着女子 进了齐家祠堂 齐恒 齐玉 跟在他们身后 李斯上前两步 在祠堂门口停下来 往常 她可以借着 伺候太妃的名义 跟进去 如今 她 哪里再有她的位置 守在祠堂外的 还有两三名三寻出头的妇人 她们垂手 默默地站在祠堂门前 有人瞥了一眼李斯 冷冷地哼了一声 李斯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身在晃了晃 莫太妃再喜欢她 一没为她请封郡主 她姓李 不姓齐 可所有人 不都是说 她是公主的转世吗 以前 李斯得太妃的疼惜 她以奴婢自称 自从知道 安阳郡主 即将返回新阳王府 她不再自称奴婢 以前 莫太妃总是说 她不是奴婢 会教导她 不可妄自菲薄 新阳王府是她家 但现在 她是不是改口 莫太妃 都不会再关心她了 她有安阳郡主就够了 哪怕安阳郡主 不是她亲生骨肉 但她姓齐 是新阳王的女儿 这足够了 安阳郡主 你为什么要回京 你不是不肯原谅莫太妃吗 为什么还要回来 在山上礼佛 不好吗 安阳郡主 跪在齐家的祖宗灵牌前 行三寇九拜的大礼 齐横齐玉跪在她身后 穆太妃点燃了香 鸟鸟生起的香烟 挡住了她眼底的水汽 声音沙哑道 安阳郡主 欺赏 给你父亲上香 是 安阳郡主起身 从穆太妃手上接过香 迈步来到香炉边上 三炷香放在额前 停住了一会儿 插在香炉上 香烟窜起 飘上了祠堂上空 仿佛在告诉齐家列祖列宗 齐赏 回到齐家 出了祠堂 穆太妃看着略带一些 局促不安的安阳郡主 她没养女儿的经验 唯一让她当做女儿养的李斯 又被她养歪了 被丁柔凶过一顿 穆太妃没自信了 看出她对她的害怕 穆太妃尽量柔和地说道 你一路辛劳 先休息上一日 明日再随我进宫 拜见皇上 同皇后娘娘 一定得去吗 安阳郡主柔柔地问道 我怕给您添麻烦 穆太妃用手抬起 安阳郡主的下颚 让她同她对视 安阳 你是新阳王府的郡主 不必害怕 皇上皇后 不会为难于你 而庞然 你不需要再低头 安阳轻柔地笑了 穆太妃心中一酸 刘刘 我的女儿 不需要向任何人 卑躬屈膝 我将你安排在 阅阳阁 去歇歇吧 多谢母亲 安阳俯身 李斯笑着上前 我送安阳姑姑去月炎阁 穆太妃道 周妈妈 桌子 老奴在 你带安阳去月炎阁 她一直 避世而居 伺候她的 婢女妈妈 都兴世些 主子放心 老奴 会办得 妥当的 穆太妃 看着周妈妈 扶着安阳离去 她不用 李斯搀扶 走回自己的院落 当屋里 只留下 其横时 她问道 为什么 祖母不告诉 姑姑实情 丁柔说 我不配做母亲 她太懂事了 我怕她一时 想不开 真去了 横儿啊 当初 柳柳失踪 安阳郡主 避世而居 就是为了今日 我本以为呀 一辈子 都不会再见到她 如今 她能陪在我身边 我已经知足了 公主 死于北疆 柳氏 死于大佛寺 活着的 是安阳郡主 她本来就是 齐家血脉 我怎么忍心 让她 做义女 大秦 紫禁城 皇宫 地后 犹如寻常百姓夫妻 皇后 手中捧着汤药 喂给 靠在软枕上的 文西地 明黄色的 薄纱垂地 从窗户 吹拂进来的风 吹动薄纱 跟前的宫女内室 都避在大殿外 皇后 像平常一样 亲自照料文西地 文西地摇头 示意不再用糖药 皇后 平眉 陛下 是阳门主 为您开的房子 文西地咳嗽着 皇后拿起 拳帕 为她擦拭嘴角 并轻抚她的胸膛 与其担忧的刀 陛下 皇后啊 真没事 文西地咳嗽一会儿 感觉发闷的胸口 好了许多 身子向后靠了靠 望着浮动的薄纱 安阳郡主 今日回京 看光景 应该到京城了 没准 同皇妹见面了呢 文西地道 真 最对不住的 就是皇妹 当年皇妹将安阳郡主 送去寺庙立佛 是迫不得已 她到底是齐家的血脉 妹夫虽说对不住她 但当时不是中了旁人的暗算 也不至于违背誓言 谁能想到那人生下个女儿啊 文西地扯了射嘴角 她虽然同皇后情深 但有些事情还是不想告诉她 好在皇妹想通了 要想她对安阳郡主齐赏 会很好 她亏待了齐赏二十多年 真意亏待了她呀 臣妾明白陛下的心思 见到安阳郡主时 臣妾亦会厚待于她 皇妹总是说想要个女儿 如今安阳郡主不就到了吗 嗯 文西地和言 半年前 安国夫人在大佛寺遇刺后 她不仅进宫 说了三皇子意图不轨的事情 她说想让安阳郡主回京 信阳王遭过算计 那名女子亦生下了个女儿 但那女儿养到一岁多便夭折了 这件事极少人知道 后来 她的外甥女刘刘 在北江失踪 城头上死的人不是刘刘 面对伤心欲绝的黄迈 文西地对刘刘 以公主之理下葬 但循怀仁慈的文西地 一直不愿相信刘刘死了 她劝劫穆太妃继续寻找刘刘 并册封早就不在人世的那名女童 为安阳郡主 因是信阳王背叛安国夫人所生的女儿 世人记得安阳公主的人并不多 对外说安阳郡主体弱 高僧说过与佛有缘 随养在姑子庙中 安阳郡主的兴奋 只是为了失踪的刘刘 文西地一直盼着她重回安国夫人身边 公主不可能复活 否则她将失信于民 万一找到刘刘 文西地也希望刘刘 能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即便成为庶女 但也是齐家的血脉 总比任个异女可信得多 墨太妃最终啊 也没告诉文西地在何处找到的刘刘 文西地很相信她 知道刘刘肯定过得不好 她联系卫生女 亦不会派人去查证 让皇妹更加的内疚 文西地一直是宽厚的兄长 人词得清楚 她不向其父打下江山 有开国之功 文之武功 冠绝古今 然大秦在她的治理下 国运昌隆 堪称盛世 这番安排下 刘刘以安阳郡主的身份 重返京城 皇后见睡熟的文西地 唇边露笑 拉开宝贝盖在她身上 为睡熟的文西地长善 她同文西地相伴快四十多年了 唯有遗憾的是 没有给她留下一儿伴女 销售的文西地 皇后心疼极了 如果她有儿子 也不会迟迟不能立储 弄到如今 夺嫡之事已成的地步 她可以抚养梅娘的公主 但她不愿抚养文西地的皇子 这亦是她的坚持 如果文西地驾帮 她照样是会成为太后 心地不敢对她不敬 没有文西地 皇后会生无可恋 皇后的手 轻抚文西地的脸 陛下 别丢下臣妾 风拂过宝沙时 皇后趴在皇帝的怀里 他们相依相威 风势渐渐小了 似不忍心打扰到地后的宁静 在安阳郡主进京的那一刻起 京城权贵 大部分都知道了这件事 几位有心地位的皇子 也得到了确实的消息 安阳郡主虽然陌生 但叫老人打听一下 还是很容易弄明白她的出身的 如果不是新阳王府 安阳郡主也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 所有人将目光投向了皇宫 文西地最信任的人就是安国夫人 按说她对安阳郡主不会太好 安国夫人将新阳王把得死死的 她一辈子没纳名妾室 亦没有通房伺候 因意外多出了个女儿 也难怪安国夫人将她送去寺庙 不愿她在眼前 现在将她接回来 据说是因为安国夫人梦见了丈夫 心存愧疚 一日 安国夫人带安阳郡主入宫 拜见文西地和皇后 一路上 安阳郡主都很紧张 她在庄子上受过一些礼仪训练 穆太妃也对她很好 可她现在是去皇宫 她略嫌手足无措 如果小柔在的话 不会像她这样无用的 穆太妃看到一身郡主大庄的安阳郡主 满意地笑了 她虽然紧张 但还算是震惊 在养伤的半年里 给她的贵族教养很坚诚笑 她虽然还是她 但亦不是丁府卑微的妾室 梳妆打扮不同 郡主贵气隐现 即便同一个人打扮不同 气质不同 又有谁能认出啊 柳氏一直住在丁府后院 几乎没出门应酬过 即便五官相向邪 也不会有人辨识出来 安阳郡主确实存在的 至于丁府的人 穆太妃除了会让丁柔见她以外 大太太她们没照令 哪能见得了郡主的身边 丁栋身为外臣 就不可能见到她了 其实穆太妃知道 即便她们由于意外 看见了安阳郡主 以丁家主人的聪明 不想招惹命门惨祸的话 就不会多言 以郡主为妾 放在哪个朝台都是死罪 安阳姑姑不必担心 皇后娘娘很和蔼 会很喜欢您 李斯看出安阳郡主 奇赏的拘谨 握住了她的手 倾笑安慰着 往常都是我陪同太妃进宫的 安阳姑姑有什么不懂的 跟着我就好了 我是安阳郡主 应该不用跟你学 记得周妈妈教过我礼节 如何叩拜皇后 我练习了好多次 她能熬过人牙子的拐卖 能在丁府里站稳脚跟 一是因她失去知晓分寸 二是大太太的为祸 必不可少的是谨慎小心 她对善意和恶意 感觉很敏锐 李斯好像很喜欢她 但她却感受到了敌意 李斯神色一僵 安阳郡主又有点愧疚 向穆台飞问道 母亲 我是说错话了吗 我很笨拙 有些事如何都教不会 穆台飞眼里透着一分喜悦 她能说出她是安阳郡主 能毫不犹豫地叫她母亲 她比谁都高兴 安阳见李斯脸色更加的苍白 敏了敏紫唇 求救地看见穆台飞 被李斯握住的手也正脱开 顺便将身子向旁边 稍稍地移动了一下 小柔说过 她如果感觉不舒服 远离些就好了 等着她来帮忙 丁柔对李斯的教育 是她需要有几分自保能力 起码能撑到她来救她 现在丁柔过不来 那一直对她很好很和善的穆台飞 应该会帮她 怎么说她都是穆台飞的女儿 她看了太多大太太如何对待数女的 大太太都不会当着外人奴婢的面 给数女没脸 穆台飞应该比大太太厉害 讲究规矩 谁说你笨拙呀 你是我的女儿 王府的郡主 是不用同李斯一样的 穆台飞笑着握住了安阳郡主的手 黄嫂非常和蔼 她最喜欢婉约的女子 即便礼数有些不周之处 她亦不会怪你 安阳流露略带羞涩的笑容 穆台飞说起入宫需要注意的 见安阳听得很仔细 并未收远她 穆台飞很高兴 话也比平时多了起来 分别二十几年 心怀愧疚的穆台飞急于补偿她 最受不得她的生疏多礼